美国即将在本地时间星期四迎来政权更迭的重头戏 新任总统宣誓就职典礼 有人欢喜 有人愁 那先说拜登 这名将抗议视为上任后首要任务的民主党总统 在就职前夕出席了追悼会 纪念全美因为冠病死亡的40万名患者 就职典礼前夕 拜登和新第一夫人吉尔 从家乡特拉华州非敌首都的林肯纪念堂 出席一个纪念美国冠病死亡患者的追悼仪式 后任副总统哈里斯和丈夫也出席了活动 在林肯纪念堂外的倒影池两旁 竖起了400盏灯 象征着因为冠病死去的40多万人 在拜登出席追悼活动几个小时前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也率领几名领袖手持蜡烛 站在美帝政治的心脏地带国会大厦默哀 美国一些著名地标也在夜幕中同悲同道 纽约帝国大厦已象征脉搏的红色灯光纪念逝去的完魂 西雅图太空侦塔也举行类似亮灯仪式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最新数据 美国累计死亡人数已增加到40万1553人 累计确诊病例2424万6230宗 可见遏止新冠疫情已经成了拜登上任后的优先事项 这名后任总统已经预告将在上任第一天签署一项行政命令 强制公共场所佩戴口罩 同时也计划在上任100天里让1亿美国人接种疫苗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